今天接近尾聲 所以我大概盡可能 前面東西的話 都已經在網路上面 回去可以自己再複習一下 當然我們這個課程14週說真的 我盡可能的把我所知道的整理 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方式做說明 然後從簡單一點的 到慢慢可能越來越複雜 你只要至少有一個有機可循 那你說這資料怎麼來的 當然也是一些經驗累積的 你說網路上可不可以Google的到 我覺得有些地方是可以 但很多地方即便Google到 真的你也要花時間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就是你要知道這個程式裡面 哪些是你要的 我發現即便你眼前就是答案 但是很多還是做不出來 還是沒辦法把那個bug給解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還是很多經驗 我發現因為我一看 大概知道怎麼做 但有些時候你們這個地方就欠缺經驗 所以我有時候說真的 我要徹底完完全解釋很清楚 恐怕有時候很難 所以乾脆怎麼樣 我就給你範本好了啦 你試試看 這個範本也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 這個範本應該大部分都可以用 但是沒有100% 因為網路世界太複雜 人家變動一下 可能也許你也要變動 你如果沒變動 那可能就會抓不到你要的資料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下 然後其實能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網路世界 像Credit Table 我們已經抓過像那個大樂透資料 這個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不是Table的標籤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要用別的方式來做 那這個的話可能就要用那個HTML 這個剛剛我們用到HTML file物件 這個物件你會發現也是VBA裡面最難的 到底應該什麼狀況有什麼物件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要花一點時間 那當然很多時候是我從那個論壇 國外的一些相關資料去找 然後找到的話 有時候找很久耶 有時候不見得有答案 而且找到之後 我還要想說哪個最簡單 你有時候找到 但是太複雜太麻煩的 當然不是我想要的啦 OK 所以有沒有什麼又簡單又快速 然後又符合實際上的狀況 這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今天的話一樣 來看那個XML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XML的部分 第一個 如果是檔案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檔案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 特別是要底線檔案嘛 檔案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物件 就是Microsoft的XML的 這個DOM應該是Document的縮寫啦 DON 然後呢 它就可以針對檔案喔 所以你假設這個物件 可以對應到的是一個檔案的話 OK 它有一個方法就點RAW RAW的話通常就指的是檔案 可是如果你後面給的是一個網址的話 很抱歉 它不吃 它沒有辦法針對網路的世界 去抓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針對網路來做處理的話 那變成說你要先把XML的檔案先抓下來 然後 抓下來位給它也可以啦 也就是你抓下來存檔 然後再位給它 它OK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們可能就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 待會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底下的話呢 其實這個原始碼還蠻類似 只是說我們是把這個檔案改成UIL UIL就是網址 這個網址其實就從哪邊得到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點這個PM25的這個網站 裡面的這個選項 詳細資料 背後有一個網址 那就是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呢 我們就給一個變數名稱 叫UIL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這個UIL 然後呢 用的物件你會發現 我們不能用XML DOM DOM那個 那你會發現 後面的名稱就改成HTTP 那這個物件好像我記得前面有用到過 有沒有 只要是網路上的資料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抓 只是它抓到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原始碼 那你會發現 我們透過這個 假設我們讀取這一段好了 那一樣我把它Ctrl C一下 OK 然後把它先A放到這邊來 那我們這個地方 我一樣呢 再把它貼到下方好了 OK 那貼到下方之後的話 那大概我們比較一下差異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我們用的物件不一樣 OK 那這個物件基本上就是把 這一個網址裡面的東西 先下載下來 下載來之後的話呢 它會把這個網址的東西 全部都丟下來 OK 然後呢 我們最後的話呢 把它放在一個物件裡面 這個物件名稱的話叫XML 然後DOC好了 OK 其實如果你想要看到內容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OK 它其實得到的是Response 其實好像前面我們用過Response Test 那這個地方因為它丟回來是XML 所以我們是Response XML 它會給我一個XML的一個結構的一個 這個資料 OK 然後呢 底下的東西基本上一樣是Set Select Language 那我們用XPath 用XPath 其實就是所謂的抓它的節點 那節點的架構其實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這些層次基本上都沒變動 只有上面的部分變動而已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底下應該都一樣 一樣網址的名稱 然後 或許底下再增加一個叫Colens.autofit 這個如果沒加的話 到時候它可能會 那個藍框會不足 那我這邊設定一下 這邊設一個中段點 OK 停一下 然後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停在這邊 那理論上應該資料已經抓回來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 怎麼解析 一樣 我們先給那個欄位名稱 一樣是有五個欄位名稱 那這個節點 其實底下都一樣 把那個節點的資料 分別幫我把它取到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應該會是一模一樣 那最大的差別 只是一個是用什麼 一個是用檔案形式 那一個是把它從網路上抓下來 那兩者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們XML的資料 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我剛剛其實也試了一下 剛剛不是有跟各位講說 在那個什麼資料裡面 有一個其他來源這邊有沒有 我發現喔 我後來我剛剛把它錄製聚集 我發現喔 錄下來的這個程式碼 其實還非常非常的簡短 它錄下來的其實就只有這樣 其實就只有這樣 叫做Active Workbook 它其實是用到一個 叫做工作簿的物件 工作簿指的就以色列本身 比那個工作簿還更前面 我們應該有印象 Active Shoot Active Shoot 其實是工作簿 那工作簿的話 等於是工作簿的上一層 它裡面用了一個方法 叫XMLImport 對 這個方法 那這個我蠻少用的 不過 我不確定說 是不是每個版本都有這個方法 其實現在最怕就是說 因為色列的版本太多了 那有一些可能比較舊 它沒有這個方法 那你即便給它 它一執行 奇怪 沒辦法Run 的問題發生 所以我就錄製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網址給它 這個網址就 就這一串 OK 那我剛剛也特別把它改成檔案 後來發現用檔案好像也可以 所以這個方法 Import好像是兩用的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Run一下 底下也有Distination 只有大概這個參數 其他這個Import Map 這個我不確定 這個是不是可以刪掉 那Override等於True 負寫 OK 其他我就預設了 把它執行一下看一下 我開一個空的好了 OK 然後把它Run一下 但是你會發現 他比較討厭就是這個 常常會跳出這個警告 指定的XML來源 未參照到結構敘述 什麼意思啊 Excel將會根據XML來源資料 就是自己幫你建構一個結構 OK 那大家一般的話 要不然乾脆打勾這個好了 以後不要再顯示了 按確定 好 那資料就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寫了這麼一大堆 他用Import的話呢 哇 一下子就OK了 但是呢 它有個缺點 如果你在Run它底下 我看一下它是Override 它會出現這樣 表示怎麼呢 它有舊資料哦 你不能再執行哦 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 我記得好像 上面可能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清除 有沒有 把裡面的資料先全部清空 點Clear掉 OK 我先把它Clear掉看看 如果把它Clear掉之後呢 再Import看看 就可以了耶 所以以後呢 假如這個版本 你要做那個檔案的 XML的這個讀取哦 除了說可以用檔案哦 我現在是用這個檔案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改成網址哦 其實也OK耶 因為剛剛的話錄製的時候 我是直接把那個網址給他 位給他 OK 然後呢 再把它Run一下 應該也OK 看一下 可以耶 只是說啦 它剛剛會跳出一個那個警告 你把它打勾 這個打勾掉 它就再也不出現了 所以反而這樣更簡單哦 只是說 用這個方法有個風險 就是目前我們的電腦可以Run 但是我不敢保證說 其他的Excel版本也可以Run 現在最怕的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 假設要確保每個環境都能Run的話 上面這個方法是絕對都沒問題 不管多舊的Excel 或者多新的Excel 上面的方法都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 這個聚集 這一段其實怎麼來的哦 其實就是怎麼樣 我剛剛是透過開一個空白的活躍部隊 然後我就開始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然後就給他一個名稱 也叫這個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然後開始就是資料 就是PM25的網址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這邊來 然後按開啟 OK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OK 然後把它停止錄製 得到的就是這一個 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錄下應該會放在Module 2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錄的程式 其實就只有這麼一行而已 真的還蠻簡單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並行看看 畫面我切換給各位一下 退出 OK 試試看 然後 所以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我看一下 剛剛這個從網路上抓的話 範本是一樣在第六頁 可是它的程式是在剛剛的下方 用的方式 是用Microsoft的XML HGDP的這個物件 然後去解析我們要的資料 把它先抓下來 再去裡面找它的節點 把節點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把它抓回來 OK 那當然 如果你的版本裡面有那個 賄賂功能的話 理論上應該更簡單 OK 可以試試看 就是可以並用 假設你那一台電腦 你都固定這樣用 不然你就是用內建的好了 資料裡面的話 有一個那個 這個 從其他來源 OK 其他來源部分 不過如果你要再下載的話 記得一定要 在第一行加一個 sales.clear 把舊資料一定要砍掉 這樣的話才可以 再去下載新的資料